我们看这一题 他问说下列哪个是正确的 我们看这个 这个的话等于多少 括号里面的话先做 做完以后的话 再跟他什么呢 跟他这个运算 那这个等于多少 这个又是5除2嘛 就5乘以2分之1 就5乘以2分之1 就是2分之5 然后呢 10再除以2分之5 10除以2分之5就是 10乘以这个倒数嘛 所以最后等于多少呢 10乘以5分之2 这最后的结果啦 那这个呢 前面先做嘛 前面先做的话 这是10乘以5分之1 就是10乘以5分之1 这除以5啦 那在什么呢 那在整个 再给他除以2 除以2就乘以2分之1啊 那这个不一样 这是1嘛 知道啊 这个是4 所以你看哦 代表除法不具结合率啊 我不能说这个先算一算 就是说后面先算以后再跟他算的话 不能等于呢 前面先算一算 再跟后面算 除法不具结合率啊 这个不对 照项看这个 先乘除后加钱哦 所以从左边这样算过来 这个跟这个 这两个先算 所以说负18 那除以负3 就乘以负3分之1嘛 就负3 那再乘以2呢 乘以6 这是这个结果 那这一个呢 这是这两个先算嘛 所以是负3 就是等于 等于这个 这两个先算嘛 这是负18 负18再除以负18就是1啦 就是说负18嘛 那乘以这个的导数 这个导数就是负3乘以6 好 那这个上是等于那个1啦 那这个不等于1啦 这是36 这是36 66 这是36 这两个不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 你有除有成的话 这个时候不能什么呢 也是没有结合率的 这个它是前面两个先算 这个是后面两个先算 那是不相等的 就成组混合的时候 也没有 具有结合力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这个的话等于多少 左边等于多少 左边的话 这是96 加什么呢 加8 加4 96 这负物得证 加8加4 这是96 加8 加4 这个类似的话 是这个96 这负8加4 乘以落差 也乘以负4 这一个是负的 一个是正的 所以当然是不一样 好 那这个就对了啦 这乘法既有结合力 你前面的先算 跟后面先算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定是对的 所以这一题 大家应该要选D 谢谢 谢谢 谢谢